美女 和一份猪肠粉 在这里吃 是不是广东啊 都不会 这交流有点难了 这里这里这里 收起来了 我好不好意思 哈喽大早上好我是九哥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今天这里要退房了 昨天晚上在这边住了一晚 还可以的这个噪音没什么的 挺安静也非常的安全 接下来去这个槟城了 坐火车去要四五个小时 出发吧 先退了房 昨天押金五十块钱 退房退房 好退房 押金五十块收到了 去地铁站 现在十一点半了 出到外面好热啊 我今天穿的是长袖 这件衣服是当天第一天过来 从广州过来的时候很冷嘛 穿的 这一次来马来西亚呢 我准备的衣服 只准备了两套 那衣服都没干 会有无奈只能穿这个长袖了 好热啊 今天的火车出发时间是1点37分的 要赶紧过去了 从这边过去要坐三个站的地铁 应该要十来分钟吧 去冰城去华元区 买到票了 每次坐他们这边的地铁都是比较头头的 老是找不到方向港 在这里都想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找方向 要么就做错线 要么就是反线做反了 Hello I want to go to KL Central KL Central KL Central 3 level down Number 5 到 到 Ok thank you 5 5 Number 5 Number 5 Ok 就是5号向 Thank you 果然上去又找错了 我还以为是对的呢 这种还是错了 破语无奈没办法 问了那个CQ 他跟我说是5号线 要我去三二楼到 刚才我很犹豫 就是不确定是不是5号线 结果 结果我选择去4号的方向 Hello Hello 现在这里是5号线 哦这里往上面走 这里有线路图 嗯 线车KL 哎 这里这边 是在这个站 这三个站 就是 这条线 就是 就是 就是这边 没错吧 车子还没来 还要等一会 他们也很喜欢拍照 车来了 哎哟走错了 我还有这个门的呢 差点又失误了 哇 他这里 这边的话 在市中心地点稍微人多了好多 好凉啊 这个空调 好 站这边 这边空间大一点 终于到火车站了 先车 中央火车站 面包糕点 我还没吃早餐 先出站再说 现在是近站的 哦 这是后车厅 近站了 哇塞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地铁 好不过火车 搞错了 哇 10 我是9滴 你是10滴 就在这里 把行李箱放好 现在是在火车里面了 火车出发了 还有服务员在查票 到站了 到站了 我要跟着这位大叔走 跟着大叔走 他说他朋友来载他回槟城 然后我也去槟城 跟他坐他的送风车 现在6点钟了 坐了接近5个小时车程 叫大哥 不能叫大叔了 出来了 撑撑免费的车子 他的朋友车还没到 躲在这里等车 车子还没到 终于等到车来了 这台 这背包要放后面吗 哈喽你好 可以放得上吗 可以放得上吗 好 谢谢 我先上车 今天是太幸运了 这位大哥呢 跟他的席机 应该是他朋友来的 带我们来他们这边当地 吃那个美食 是当地的美食 这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晚上要住在市中心面 找个酒店 他就在这里怕车了 跟着他们去 都里面都是华人吗 福建面 就是就是那些 泰式小事 坐这里 坐这里 好的好的 左边一趟 左边一趟 这边有很多不同 韩国的 日本的 本地的 中国的也有 中国的也有 好像这些 中国 可以去走走看看 走啊 走走看看 如果你要的话 这个是中国风的 那个应该是 日午的那个 中国风 嗯 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那进来里面 还有好多 有点像那个 香港 那个 那个 深水铺 那个熟悉的 熟食的 熟食的二楼啊 超级超级热闹 都是讲普通话的 大部分啊 他这里有个中国风 呃 乳鸡爪 炸灰拼盘 这个店没开 这个店没开 没开 哦 哇 哦 我看一下哈 这是粥吗 这个是粥吗 这个是粥吗 你不会 呃 Chinese sorry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呃 会 会 中文 瓦文 或者语语 语语啊 哈哈哈 嗯 这个是 粥 蘑菇汤啊 蘑菇汤啊 哦 猪肠粉 呃 这里有个猪肠粉 4块钱 美女 一份猪肠粉 那里 在这里吃 啊 蛤 是不是 广东话 都不会 这交流有点难了 哎 问 蛤 啊 呃 这里吃 啊 啊 啊 在这里吃 就只有三个菜吗 这三样还有这些糕 哦 糕点啊 哦糕点不用先来一份这个吧 ok 啊 哦 这沙拉吗 哦 哦 沙拉先不要我就点个猪肠粉吧 两个猪肠粉 哦 一个一个猪肠粉就可以了 哦 哦 哦 由于庸菜啊 由于庸菜这是当地的美食吗 哦 哦 那点一个庸菜吧 啊 一个一份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通常都在中国 对 中国也是很大啊 对很大 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去我 我大部分在广东深圳啊 广州佛山啊 东莞啊 这些地方 哦 嗯 你有空的话可以去一下广州那边找我 我带你到你导游导游 哈哈哈 因为我也是想要去广州我听我可以讲 你想去啊 他们那边想说那边的东西很美啊 很简 对也很多这种美食 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都是什么四川啊 重庆啊 这些火锅吃的还有广市的甜点啊 对对对 嗯 广州的特色甜点啊 这边人啊 马来西亚很喜欢 嗯 这边有冰城啊 冰岛有好几点是那个四川的火锅 四川火锅啊 也是有试过 不错啊 这很辣的 但是我吃过我吃过受不了 很辣真的很辣 是是是是 不是一般人能吃啊 一层有红色的 嗯 都是辣椒 哈哈哈 我还吃过一两次受不了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 啊 菜来了 哎我给到我给就好了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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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好不好意思 这是学菜 啊 你们有经常吃这个吗 有啊 哦 这个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 它是鱿鱼的 不错啊 哦 这一层也是吗 对 哦 还有放那个花生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啊 加猪酱 嗯 还有很多的那个炸的东西 然后云吞啊 那些 这个叫什么酱料啊 这是乳酱 这是辣椒酱 辣椒酱 辣椒酱 对对对 吃完了 现在要回去找酒店了 酒店还没定了 吃饱喝足了 那现在准备去找酒店 看看这个市场 晚上这个饭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人 好热闹啊 现在回到酒店了 呃 刚才那位冰哥 那个大叔 带我一起去吃了当地的美食 还跟我分享了很多 这边啊 马来西亚的一些当地啊 文化呀 跟我介绍了很多 嗯 然后呢 就还送我回到这个酒店这边 这个酒店 是我到这里的时候 才临时萨丹定的 啊 但是我上来有点失望啊 很热 这里像个蒸笼一样 而且这个环境真的很差 比昨天那个还要差 费用又贵 这贵了二十多块钱 真的是无意思了 刚才呢 全程是 他们两位 帮我 安排入住 就是 就是全部 check it in check就好了之后 才走的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了 不过呢 多亏他们两个在那里帮我 要不然我要多 要不然我就要 多收那个十五块钱 那个叫 税费了 因为呢 嗯 那个是印度原来的前台那位 大哥 他应该不懂 当时 就想要收我的费用 我就说 我之前在吉隆坡那边 订的酒店 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收 额外收那个费用嘛 最多就是收那个押金 但是这里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还好 就是他跟我解释了 然后 解释了很久 终于 这个十五块钱就省上来了 非常感谢 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 大哥 嗯 刚刚上来一会 我又收到了电话 刚刚那个电话响 然后叫我下去 我现在准备下去 这里还热着很 现在下去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要带Passport上去吗 他没叫 他只是叫我下去 不管了 先下去再说吧 我在吧台这里 突然发生什么事了 哈喽 喂 你好 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 嗯 啊 我们讲这里 那个你在哪一个网站 他订的 啊 我是哪一个网站 啊 我是在斜程网站订的 ok 你如果是在斜程的话 斜程会寄给你一个 预定的评证 有吗 有的 我有提供 啊 你把那个评证要交给他 因为你是在斜程订 对 可是斜程把你的预定交给别人 然后别人说 别的网站 别的网站说 你没有给那个 比如说 如果你给了斜程的话 你需要给我们斜程的 那个预定单的号码 我们才可以打给斜程 问他们你给了没有 哦 我懂了 就是呃 我们斜程订单上面有一个 哦 好像六位数的 那个码就给他是吧 对 你一定完了 他会 会 啊 啊 啊 给你 发在你的信箱 嗯嗯 嗯 有收到 我们需要那些邮件 嗯 把那些邮件交给我的员工一下 嗯好的好的 明白 嗯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嗯 OK 哈喽 哈喽 啊 啊 老板跟他这边正合对 哦 啊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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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给他那个评证 就是收到邮件的那个评证 啊 this on send email send email send email ok this number ok